B站知名博主河和我 發佈了一條關於5G未來展望的示範 緊隨著中國5G的熱點 也將它自己推上了時代的封口螺旋 以華為為首的設備商在經過多年的5G領域深度耕耘之後 開始全面破壞他們的5G大棋 在那年人們未曾遇見到一場災難即將降臨 中國傳聞正在活在全面脫貧的中國夢之中 五年多過去了 5G到底是甚麼?又改變了甚麼? 5G對華為又意味著是甚麼呢? 歡迎回來東亞特殊 如果你喜歡這條視頻 麻煩點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以華為首的電訊設備供應商和服務商 之所以花大力氣在5G方面的投入 如於之前兩個世代 中國在國際電訊標準制定上的缺乏絕對競爭力 在3G時代 由中國電訊科學技術研究院和大堂電訊 則比曾經被歐洲市場拋棄的TDCTMA技術架構 試圖和WCMA對抗而未能成功 不過4G時代 中國企業加大了對國際電訊聯盟規則制定的參與度 加上高通放棄了自家的UMB規法 轉移投影LTE 尤其是後面影響5G發展的碟代設計 令到4G技術打下了穩固的根基 在這裏畫的重點 4G和5G的運營層面都是可以升級的 而到了5G時代 中國企業尤其是華為 從各種專利到運營方面都領先於其他國家的企業 從商業角度來說 大力推廣5G技術 必然有利於中國企業擴大自身的市場占優率 甚至形成壟斷地位 但在拓展全球市場之前 設備生產商又必須要在中國本地市場全面報開 以覆蓋它的開發成本 甚至作為宣傳案例 告訴其他國家的電訊無無相聽 華為可以滿足它們的需求 按照華為認定的計劃 5G將於2018年開始試運營 推出全套5G設備解決方案 為全球電訊運營商提供支持 5G將會在2020年認識相容 除了運營設備 華為還會推出支持5G的旗輪生片 並且同步推出5G手機 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話 華為將會壟斷 從運營服務到手機中端的全球通訊市場 但華為今次可算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2018年 漫漫周案發生之後 美國全面封鎖了華為的芯片供應 一方面 華為被迫大量採購芯片斷貨 以優先滿足運營設備的供應 用端的手機發展成為無迷之趨 而在另一方面 部分國家受到美國的影響 將華為的設備排除在採購計劃之外 不過 無論外面有什麼風雨 在中國國內 華為仍然有 國內的三大運營商作為補底 5G的商業運作模式 無非就是設備商說服運營商 扣入運營設備 架設服務體系 運營商再將設備的扣設成本 和運營成本 以學同學這樣的融合畫像群體 作為中端銷售對象 洗腦宣傳 鼓勵消費 最終將成本攤在每一個5G消費者的頭上 而且這些消費者還要優惠獲得所謂的高速體驗 和對設備供應商和服務商 乃至他背後的強大的祖國感恩大德 中國製造師實在太厲害了 提到宣傳 我們這裡就要介紹華為業務的一個重要推手 余成東 余成東 人稱余大嘴 以及口若願學 誇誇其他 已被中國消費者所熟知 而他那句充滿民族自信激情的搖搖領詩 便是中國互聯網時代的經典 搖搖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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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領先 遠遠搖搖領先 搖搖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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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隊早在三豬時代 就已經任職華為高管 原者曾經反教過華為的手機業務 當年華為的手機業務非常細 而且曾經被高層計劃裁切 是作為業務主管的余大咀 決定選擇放棄低端手機 改造高端手機業務 還救了華為的手機業務 並且做到了國內的行業第一 由於得到了華為總裁任正非的信任 余大咀儘管在業界的爭議聲很大 照樣能夠在華為內 品錯消費事業務的一哥為止 在2019年在深圳舉辦的 中國IT領袖峰會上 余承東向大眾表示 在不救將來將會是一個萬物互聯的時代 所謂的萬物互聯 說的就是以運營系統為中心 手機、電腦、家電、物聯網設備等等 都可以互通互聯 而在另一方面 當時市場正流行所謂的VR和AR設備 所以余承東也都認為 將來的VR和AR設備將會普及 就會產生大量的數據傳輸需求 以及連接的低延時需求 而10倍速度的5G技術體系 就正統滿足這些通訊傳輸的要求 但其實當時的VR和AR設備 根本就不需要手機5G的數據傳輸 而只需要另外一種5G 5G的WiFi就可以實現了 不過這個不重要 余大嘴又對自己的言論自由 當時不注重在一個炒作熱點 從業界人士到非專業的自媒體都在炒作 它的宣傳畫質包括大筆痕瘀 超高清直播和實時交換 SR和元宇宙場景落地 工業製造的智能化藥纖 低延時炎情手術 用中國人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就是未來而來 那麼5G又是真的好像他講的那麼完美呢? 現在最大的期望 就是當往5年後再打開這個視頻 會發現速度其實是5G最無道的應用 過了 一個 belli的